警方今年头三季录得超过7万宗罪案 比去年同期上升4.8% 而首季爆洩案升幅超过五成 处长萧扎儿说已经加强搜集情报 包括利用无人机和飞行服务队 在山头找出可疑人士 情况已经有改善 张俊熙报道 警务处前处长曾伟雄 位于大埔的独立屋住所早前被人爆洩 现任处长萧扎儿说 今年第一季爆洩案升幅超过五成 损失的金额也升超过三成 胜幅最多的是住宅爆洩案 特别是发生在村屋 警方过去半年 特别针对这类地方加强搜集情报 利用无人机和飞行服务队巡邻 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在村里 在山的范围发现 可能会有一些非法入境者的宗迹 例如他们可能有一些杂物 食物食剩的东西留下 我们就会在这方面 我们收集了一些情报 我们可能会在那里做一些埋伏等等 萧扎儿又说 今年头三季诈骗案 比去年同期上升8.3% 升幅放缓但仍然显著 提醒市民要提防近年新兴的 假冒客服诈骗 如果大家对一些新手法提高警觉的话 其实现在整体的骗案是有下降的 所以我们就着这件事 我们现在都在想 我们希望看到 如果逢有新的骗徒的手法 我们要尽快去做宣传 他又提到 在去年11月 在转数快推出的可疑识别代号警示 截至上个月已经发出超过71万次警示 计划在明年的第一季 将系统扩展至银行桂圆基 有线新闻张俊熙报道 康志院舍早前发生怀疑性侵事件 社署网页显示 过去一年 另外有四间院舍 怀疑涉及虐待事件被警告 不过处方只是列出 他们违反实务守则的条文 劳福局局长孙玉涵说 不是所有违规事件都需要全面公开内容 未必每一件事都要 好像康志士一样 要全面向公众公开 有时候有些违规的情况 是比较技术性和局部的 所以如果那些违规状况 我们跟逐程序做 我们觉得都是合适的 所以到最终都是 如果是事态严重 社会高度关注的话 我们一定会公开的 施政报告提出立法取代劳房 房屋局局长何永然 在本台节目有理有得谈话 被受影响的人提早上楼行不通 至于执法就会先以后难 优先处理环境恶劣 和将会获派公屋的住户 何软仪报道 房屋局局长何永然 在本台节目有理有得谈话 预计今年底向立法会提交法例 取代劳房 他说当局会以先以后难方式执法 多人在一个很恶劣的环境 这些我想社会都不想见到 但是也都要想一想先以后难 譬如我有一批这样的大厦出现了的时候 里面的住户情况究竟是怎样呢 是不是就在公屋供应那里 可能都有很多都很快排到公屋 或者收到信了 知道他们很快上到公屋 这些我们可以规划先一些去执法的 公营房屋的公营出现时间是重要的 是要按住公营房屋出现 量是足够的时候 我们在那个采取执法的时候 我们会是其中一个的因素 换言之下是否不会有些特别安排 譬如他在排公屋的 给他们提早上楼 优先一些 是否不会考虑呢 这件事我们很小心的 这件事我们知道排公屋 有他自己的系统 和我们处理这个劳房问题 或者我们的柬埔房的条例 是不能直接挂勾的 否则你会鼓励更多人 就说是否也先住一下 柬埔房 或者住一些很恶劣的劳房 还要住一些最恶劣的劳房 就是拼华 先取替 那是很不行的 会真的引起一个很大的问题 至于立入维合标准的柬埔房 相关细节仍然可以讨论 譬如说如果住到房间 窗都没有 只是靠把抽气线的 大家的感觉 是不是都觉得 不是太可以接受呢 也不会再降低你们的标准 去到7 这条是底线 立法会讨论都不会低过8 在一个专业的角度 画一个空间其实是怎样 8平方米 实在都放得一张单人床 如果两个人 就可能是绿架床 那真的不是大 所以在有些政党建议 给我们7的角度 我们觉得 8刚刚好 目前有11万户 住在分间单位 何永然说要淘汰 或者需要执整的 只是占3万多户 留在市场的减薄房 有7万户以上 相信供应足够 有线新闻何远宜报道 中央送给本港的大红猫 安安和可可 完成隔离检疫 第一次踏足四川旗珍馆公众展区 抵港之后隔离一个月 安安急不及待探索新家 走落斜坡四处观察和闻味 而可可也都在新居四处张望 又爬上攀爬架到处活动 预计他们至少要多30日适应新环境 才会和公众见面 政府正是为两只大红猫 举办命名和举话比赛 明明比赛明天截稿 举话比赛就会在下个月的8日截止 美国传媒报道 中国黑客试图截取共和党政府总统候选人 特朗普和曼斯的手机通讯 民主党竞选阵营也是黑客的目标 中国大使馆就说不清楚事件 重新无意介入美国大选 刘卓卫报道 美国有线新闻网络报道 中国黑客过去几个月 滲透美国多间电讯公司 包括AT&T、微信 试图截取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 和副手曼斯的手机通讯 当局已经知会两人 纽约时报说 调查人员查证中两人的手机通讯 有没有被窃取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贺锦丽的竞选阵营 以及拜登政府官员 也是黑客的攻击目标 联邦调查局 及网络安全器基础设施安全局 发声明说 正调查与中国政府有联系的人 未经授权传取商业电讯公司资料 亦正查核黑客传取了哪些资料 已经即时通知受害人和受影响的电讯公司 提供技术支援 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说 不清楚相关情况 但反对和打击一切 网络攻击和盗窃行为 强调美国大选是别国内政 中方无意也不会干涉 今年8月 Google证实特朗普和何锦丽的竞选阵营 受到伊朗黑客攻击 有线新闻 陈州19号载人任务 近日会摘机升空 走船卫星发射中心进行阻传系统合练 李建生报道 在星期六的合练 发射场系统 统一调度塔架火箭 飞船等各系统检查功能 飞行准备 点火起飞 到船战分离 全过程无以演练 仍然未公开人选的三个航天员 按流程无以执行飞行任务 进入返回舱之后 开始人船战地联合检查测试 完成代发断和起飞断 全部关键操作 也开展了成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 以及演练了出征仪式 舱内状态设定 进舱后流程等 在整个演练的过程当中 船天程度的状态非常好 他们的口令非常准确 操作也非常熟练 包括我们地面的指挥员 和航天员乘组的协同配合 航天员乘组几个航天员之间的 协同配合都非常默契 之后航天员就进入到 最后的任务前的准备阶段 在这个阶段 航天员主要是完成 他们的移建阴保工作 然后持续开展他们的技能训练 除了合练 任务液检查测试 舱内压力服 航天食品等装备物资 检测舱内气体 微生物环境 培养了航天学实验用细胞 测试已经装在飞船的设备功能 并且加注气体和液体功质 有线新闻你见身不到 四个美俄太空人乘坐SpaceX龙飞船 返回地球之后要送院检查 其中一个人留院观察 没有解释到具体原因 SpaceX龙飞船星期五凌晨 降落佛罗里达州对开的墨西哥湾 三个美国同一个俄罗斯太空人出舱 但没有直接回到休斯敦基地 太空总处说 四个人被送到医院检查身体 其中一个人因为健康理由留院观察 为了保障私隐 不会公开他的身份和详细资料 四个太空人原定 两个月之前回航 但因为波音声制航线故障 和巨风吹袭受阻 回来新闻时间 以色列对伊朗展开报复行动 空袭伊朗首都德克兰等地的 多个军事目标 但没有针对石油和核设施 以军天光之前结束行动 伊朗就声称防空系统 成功拦截了以军大部分攻击 只是做成局部选委 以军在天光前宣布成功结束军事行动 战机精准打击伊朗军事目标之后 安全回航 警告伊朗不要再反制报复 We conducted targeted and precise strikes on military targets in Iran thwarting immediate threats to the state of Israel The Israel Defense Forces has fulfilled its mission If the regime in Iran were to make the mistake of beginning a new round of escalation We will be obligated to respond Our message is clear All those who threaten the state of Israel And seek to drag the region into wider escalation Will pay a heavy price 伊朗 伊朗 伊亚亦遭到耳军导弹攻击 伊拉克以安全为由暂停航班升降 仍以色列对伊朗的报复行动 伊拉克宣布国内所有机场停止航班升降 一家药物审批机制下个月开始 国展制适用于所有药物 医务卫生局局长劳宠茂说 是将药物审批权主动留在本地 强调审批标准不会降低 又说现在公司仍医疗收费懸殊 希望可以透过调整收费改善 王俊轩报道 一家药物审批机制适用范围 下个月开始将会由治疗严重 或者罕见疾病的新药 扩展去到所有药物 业务卫生局局长劳宠茂形容 新制度可以将药物审批权主动留在本地 由专家按临床研究数据审批 标准不会降低 过程之中不存在妥协 不会因为我们说我想多些药 我们就会说通水或放水 用另一个比喻 其实我们现在是改变了考试 如果说一间学校 你是改变了考试模式 我考的方法可能不同了 但是我要求没有改变 我仍然要求这些要符合到考试 你要达到这样的分数我才让你进入 市政报告提出检讨公立医院收费架构 和探讨就私营医疗收费透明度立法 盧崇茂说是希望改善公私营医疗服务 收费悬殊的情况 理论上这条轨道应该是平排 甚至病人有得选择 但是我们现在的担心 似乎这条轨开始分开来走 两条路分开来走 这条路越分开 我们的病人就越来越难去选择 因为一边就很贵 一边就因为太便宜了 就越来越难 就是看病贵看病难 就开始出现了 我们希望公私营不要走向两极化 令到我们的病人没有选择 我们希望通过 其实收费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不是唯一的 但是它是其中一样的 至于筹建本港第三间医学院 盧崇茂说要确保新医学院成立的时候 不会分薄现在两间医学院的师资和学生 造成恶性竞争 所以筹备工作组 正是制定不同方面的要求 确保日后三间医学院能够错位发展 有线新闻黄俊卿报道